严格管理15日内从武汉流入各省份人员 发挥社区接到作用 确保追踪到人登记在册 社区管理上门观察 发现疫情立即转移至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隔离 这里面早上要强调家乡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充分发挥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作用 加强乡镇以及地方政府的领导 坚决防止疫情在农村蔓延